在我的婚礼上,我原本打算放一段告白视频,感动全场,结果出现的却是我跟别的女人亲热的视频,女朋友给了我一巴掌负气而走,我也因嫖娼罪名进了橘子,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换掉视频的竟是我女朋友本人,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正在进行,婚礼现场,宾棚满座,人群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我拉着新婚妻子杨若柳润滑的御手,走到舞台中央,双手紧紧地搂住她的细腰,对准她性感的红唇,热烈地吻了下去,她反手将我搂得更紧,目光中情意绵绵,积极地接受着我唇齿的回应。 文毕,我依旧牵着她的手,双眸动情地望着她,温柔地说道,柳儿,我今天有一个惊喜给你。 她笑得很甜很开心,我扭头撇向后台,对后台控制显示大屏的工作人员比了一个OK的手势。 随着我手势的落下,工作人员对师后台进行了一番操作,舞台中央剧型显示屏中的画面开始呈现出来。 这是我花了好几个晚上制作的一段回忆我与柳儿曾经的视频,里面详细记录了我和柳儿的相知相遇,在过往生活当中相处的点滴,以及我对她的深情告白。 我相信这东西足以让任何人看得感动落泪,不过,好像事情并没有按照我预想的发展,画面开始播放,这是我发现,这段视频并不是我准备的那个。 屏幕的画面中,一个衣着鲜艳的女子搀扶着我走进了酒店的房间,随后,我开始一件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而那位女子也是同样将自己的衣服一层层吞了下来。 在我面前展现她曼妙诱人的曲线,我朝那个女子走了过去,轻柔地吻变了她的全身,她没有一丝反抗,反而很享受地迎合着我的俯弄,两片雪白的身子相互纠缠到了一起。 水乳交融不分彼此,视频中不断传来女子的销魂交喘,足以证明此场战斗是多么的酣畅淋漓,我此刻心中已经七上八下,青筋蹦起,冷汗直冒,紧紧抓着柳儿的那双手,不自觉地松了下来,柳儿迅速将手抽了出去,目露凶光,一只手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场上安静极了, 只听见啪的一声,我的脸上顿时多出了五道红印,火辣辣的疼痛,刺激着我的肌肤,我毫无办法,只能默不作声,血痒,这就是你说的惊喜,你在外面乱搞女人,还有脸放出来? 简直是个畜生,柳儿极尽咆哮,现场充斥着她忧怨的怒吼,久久回荡,看样子她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替似横流,两条小河从她的脸上形成,并不断涌出泪水,我想上去安慰她,用手想要将她环抱过来, 她一把甩开我伸出的手臂,并开始用力撕扯身上的婚纱,一片一片,就像撕鱼网一样,扯得撕烂,之后,她又将头纱取下来,踩在地上剁了几脚,并将脚下的水晶鞋,用力踢了出去,还好我躲闪得够快,不然鞋子准砸到我的脸上,做完这些,她小跑着 从后门离开了会场,头也不回,台下鸭雀无声,场外却传来了一阵警车的汽笛声,几名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场,直接来到我的面前,表情严肃地对约我说道, 薛阳先生,警方接到消息,你涉嫌嫖娼,麻烦跟我们走一下,不知道为何,此刻我感觉正义是如此的刺眼, 让我的双眼睁不开来,警官还是比较礼貌的,没有给我戴上手铐,而是将我请了出去,我也很配合,跟着他们走进了警车,气笛声渐远,我也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就这样,在我婚礼的这一天,我蹲了耗子。 在去网警局的路上,我脑中一直在思考,视频中的事是何时发生的,突然,一段模糊的记忆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 我记得不久前,我作为阳泰香水公司的总裁,去外地进行一次商业洽谈,对方也是总裁级别的人物,我和他聊得很好,业务很快就谈成了,工作结束,我打算离开,没想到对方执意要拉着我一起喝酒,盛情难缺,我只得答应。 酒桌上,对方三人就像是早有蓄谋一样,一直逮着我灌酒,也不记得喝了多少杯,已经到了半梦半醒的边缘,那位总裁不知道从哪里叫来了一位美丽小姐。 说是送我到酒店休息,我欲据还迎,不能伤了对面三位老总的面子,于是也答应下来,还夸赞他们安排得如此周密。 本以为这个小姐只是把送到酒店就算结束,谁知道她将我送到房间之后并没有打算出去的意思,在屋内降门反锁,在我耳边说着浓浓密语,不断地挑逗着我的情绪。 我当时只觉得,她身上有一股青草的幽香,和柳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恍惚之中,我将她看成了柳,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到家了,加之她目光寒情,御手不停地抹扎着我的身体。 伸出软舌田我的喉结和耳垂,让我欲罢不能,柳。 我记得我问了一句,嗯,是我。 她很回答得很干脆,语气中带着娇媚,想要我的身子吗? 我现在可以给你。 她呼出的气息,吹过我的皮肤,凉嗖嗖的,我嘴角带笑。 久经怂恿之下,内心的躁动再也按捺不住了。 双双脱了衣服,赤裸相见,缠绵起来,在这之后,就是视频上的内容了。 每次诱惑,视频偷拍,在婚礼上播放,再到警察的抓捕,缓缓相扣,真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让我声名狼藉。 遭人唾骂,回忆之间,我已经被带到了警局,在警局内,警官对我进行了盘问,我一一点头,不是我不想狡辩,只是此刻的狡辩没有任何意义。 我和那个女子的视频,已经公之于众,这些作为证据,想必警察,已经掌握到手上了。 既然如此,不如直接认罪,因为我的配合,案件审理很迅速。 我被判了一周的监禁,还罚了几千块钱,对我来说,罚钱和监禁都是小事,主要是经过此事之后,我的名声已经臭了,连带着公司形象和公司业绩, 也将一路下滑,或许搞垮公司,才是幕后之人的目的。 我必须报仇,来而不枉非离也,出狱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回到公司,开始全方面评估这件事,给公司带来的影响。 在这一周之内,公司的市值,直接蒸发了四个亿,底下的一些大股东,也开始有了意见,在公司内议论起来, 并擅自开小会,试图想要把我从领导位子上给拉下来,还好我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掌握着公司最大的话语权。 面对这样的情况,公司上下必须进行严厉整顿,既然是整顿,就一定要雷厉风行,那几个私底下议论的人员。 我直接把他们调离了权力中心的领导岗位,公司内有说闲话的员工,我也是直接开除,至于事件对于公司外部的影响。 我当时在第一时间,已经命令手下的人员进行了公关,将事件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安顿好公司的事情之后,我便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首先是找到了婚礼现场,控制视频播放的工作人员,他叫孙强,是我公司技术部的员工,这种视频播放的任务,对他来说实在是小儿科,于是我也就很放心地交给他去做,我把他叫到我办公室。 巧声问道,视频的那个事,是不是你干的? 虽然我知道,孙强干这种事的可能性很低,他在我公司任职已经有七年多了,算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员工,我给他的薪资待遇,在行业内已经是顶尖水平,我的这些丑闻曝光出去,对他没有太多的好处,反而会让他丢掉饭碗, 孙强看样子有些紧张,声音颤抖着说道,薛总,您,您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做这种事啊,那婚礼那天,有谁去过控制室吗? 我继续问道。 他挠头想了想,皱着眉头回道,婚礼司宜,薛总您自己,还有,还有谁? 我攥紧拳头,心情变得焦躁起来,我当天去控制室,就是将原本就制作好的视频, U盘导入到控制室的电脑里,为给柳儿的惊喜做准备,婚礼司宜是我的好友, 婚礼那天,也是我让他去控制室,最后查看一遍情况,U盘我随身携带,基本上不存在掉包的可能, 唯一脱手的时间段,便是在婚礼开始时,到视频播放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剩下进入控制室的人。 极有可能是换掉视频,想要陷害我的人,我非常急切地想要知道,还有谁曾进入过控制室, 而这个人,便是陷害我的幕后黑手,您的女朋友,杨若柳。 孙强想了很久,最后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正了正,不敢相信,除此之外,没别人了。 没了,那柳儿去控制室干嘛? 我心里仅存最后一丝侥幸,按照之前的推断,这个视频极大的可能性是柳儿调换的,想起制作这个视频,惊喜的直接来源,还是柳儿的闺蜜偷偷告诉我的,她的闺蜜说柳儿喜欢追忆。 喜欢浪漫,喜欢对象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建议我在婚礼上播放一段记录彼此往昔和深情告白的视频,这样一定能感动到她。 而我当时也觉得这个注意很好,于是就采纳了建议,开始了几个晚上的熬夜制作,难道这一切从开始就是个阴谋吗? 难道我和她之间的情谊绵绵都是个笑话吗? 回想起我和柳儿在一起的点滴,我甚至想被柳儿开脱,面对我的追问,孙强很快回话,若柳姑娘是给我们送奶茶,说是我们这些幕后工作人员筹备了半天,一口水都没有喝到,于是就过来慰劳我们一下。 当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吗? 我心想,只是送个奶茶而已,不见得这件事就是柳儿做的。 当时我喝完奶茶之后,肚子就开始疼了起来,应该是奶茶太凉了,寒了胃,于是就麻烦若柳姑娘帮我看一下控制室,我上了一趟厕所。 我若有所思,眉毛拱在了一起,心里有些纠结和难受。 对了,因为我有个癖好,就是每次用完鼠标都会将鼠标和桌面垂直摆放,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的鼠标有些倾斜角度,好像被动过。 当时我也问过若柳姑娘,她说,在此期间没有人来过,我就没有多想了。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面就像沉了一块石头一样,压抑得难受,思绪混乱,脸上愁云惨淡,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动了我视频的人大概率是若柳没错,所以她自导自演。 甚至连看到视频之后的所有反应都是装出来的,如此有心机的一个女人,我竟然一直以为她是一位青春少女,我实在搞不明白,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高夸我对她到底有什么好处,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薛总,你没事吧? 孙强见我脸色不是很好,于是关切地问了一句,我慢慢回过神来。 没事,对了,孙强,今天我找你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说,即便是柳如果来问你都不行,明白吗? 好的,薛总,那没事我就去忙了。 我点了点头,孙强弯腰微笑着走出办公室,把门轻轻地带上,为了解开种种疑虑,我花仲金雇了一名很有名的私家侦探,我请他去监督我女朋友的行踪,从中找到相关线索。 同时,还让他调查之前和我上床的那个女人信息,过了不久,这名侦探很快就给我回了消息,是关于那个女子的个人信息,以及那个女子相关的聊天记录,资金转账记录等,我着实佩服这名侦探的办事能力,还在惊叹之际,他给我发了消息。 薛总,这次事件很明显是经过策划的,传过来的内容您可以先看一下。 我给他回复了一个好的,然后便开始认真地阅读起文件来。 王欣,25岁,重点大学毕业,目前在一个大酒店做前台,后面还有一些家庭住址,以及相关的生平经历等,聊天记录上显示的这个女子和一名男子的对话。 里面详细记录了这名男子,要求王欣在指定的场合出现,然后将我带到他所在的酒店房间内,并与我发声关系,承诺事后会给一大笔补偿金。 王欣的汇款单上近期一笔三百万的收入也能证明这一点。 另一份聊天记录是当时和我喝酒的那几位老总。 与他聊天的还是这名男子,要求只有一个,把我灌醉,剩下的不用管。 从这些信息来看,这名与王欣和老总交流的男子才是主谋,为的就是将我陷入嫖娼的丑闻之中,有这种实力的人物不多,我心中大概有了几个人选,最终私定下来,排除了几人之后,也基本上确定了是谁。 唯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柳儿为什么要帮他,嗡嗡,手机又震动起来。 这次侦探又给我传来一份文件,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就是我的女朋友杨若柳。 而另一个就是我所怀疑的对象,朔辉集团的董事长杨朔,国内香水市场的两大巨头,其一是我所经营的杨太公司,其二便是杨朔领导的朔辉集团。 近些年来,我们两家公司竞争很是激烈,基本上算是平手,局面上可以说是视同水火。 图片上,两个人正在星巴克店内拐角处的桌子上喝咖啡,似乎在交谈着什么。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女朋友确实是站在杨朔那一边的点开杨若柳的个人资料,我心头有些吃惊,信息上显示着杨若柳是杨朔的女儿。 难怪杨若柳会陷害我,原来是他爸爸指派来的,这样说来,结婚现场的若柳父母都应该是他找人假扮的,我甚至开始猜测,就连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都是安排好的,到此已经很明确了。 和我喝酒的老总,以及和我上床的王新都市收到杨朔的指派,为的就是以此损坏公司形象,好让他的朔惠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好阴险狡诈的家伙,我心里面咒骂着,一条复仇计划在心中慢慢自长出来,我通过侦探提供的信息联系到了王新,约他出来见面,他起初是不愿意的。 直到我把聊天截图发给他之后,他才答应,傍晚,在他工作酒店对面的一家饭店内,我和他见了面,上次自己因为是微醺的状态,所以没有仔细观察过他的身材。 现在看来,他长得也算是标志,他的腿又长又直,臀部翘挺,性感的白色包臀裙,搭配上素白的单薄衬衫,里面红色的内衣微微显露,妖娆又诱惑,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想到你长得还可以。 王新紧张到小脸发红,脸颊两侧微微出汗,他喝了一口水缓喝一下心情之后说道,对不起薛总,我求您不要告发我,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放心,我只是需要你做个证人,指证杨朔的行径就行,到时候,你只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就说你是遭受他的胁迫,才这样做的,这样既能保全你自己,也能将背后黑手杨朔绳之以法。 我对他解释道,他犹犹豫豫,眼睛在矿里不停打转,好久才点了头,我知道他担心什么,无非就是害怕日后杨朔报复他,放心,只要你愿意配合,这次杨朔一定家破人亡,更不会来向你报仇。 他听到我的保证,紧张的小手停止了揉挫。 平摊在膝盖上,心情稍微放松了些,待到商议了一些具体的事情之后,我便送他离开了。 次日,我以提供的原材料产品不合格为由,打电话约见了那几位老总,地点就是上次喝酒的那个房间,这个理由并不是凭空虚躁,而是他们的产品真的有问题。 这也是产品部门在核验了这批货物之后给我的结论,想必杨朔也是利用这点威胁了他们。 快到中午的时候,三个老总都到了,啪,我直接把一张盒燕丹甩到了桌子上,说吧,为什么害我? 我眼神狠利地盯着他们,老总们腿脚发抖,声音更是颤颤巍巍,削,削总,对,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给我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包括将我灌醉,害我陷入丑闻,这些已经够你们做个几年劳的。 三位老总已经害怕地半瘫在地上,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严,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帮我一件事,我说不定可以考虑一下饶了你们。 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希望,渴求地问道,薛总请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到你的,我们一定尽力。 我希望你们有意无意透露出一些关于我公司即将上市几款新型香水的消息出去,特别是要告诉杨硕,就这些,他们狐疑地看向我,对的,就这些。 我笑了笑,按照现在我手里掌握的证据,想要将杨硕告进监狱并不难,但我的复仇不止于此,我必须要让朔辉公司破产倒闭才行,只要关于新款香水即将面试的消息传出去。 他肯定坐立不安,必会要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他明白,新型香水一旦面试,市场又将回到我公司的手中,而他手上现在唯一的牌,也只不过就是杨若柳而已。 从侦探给我提供的消息中,我才知道,杨若柳从来就是不爱我的,他最初被杨硕派来接近我,是想要盗取我公司关于香水的各项制作方法。 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目的,可是没想到公司的机密我从来不对他透露半分,这半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于是杨硕就采取了另一个计划来败坏我的名声。 但是如果我将新型香水即将面试的消息传出去,杨硕大概率还是会让杨若柳再次回来偷配方数据,毕竟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蒙在鼓里的傻子,还没有得知这一切的真相。 但其实,所以的一切我都弄清楚了,只是掩藏得很好而已,我只要将计就计,就能让杨硕血本无归。 果然,这天我工作完回家之后,远远的就望见杨若柳站在我家门口。 没想到这么快,杨硕就让他的女儿开始行动了,柳儿见到我也表现出一脸开心的样子。 薛杨,之前是我太冲动了,经过这几天的反思,我发现我还是爱你的,我愿意原谅你。 原谅我,你配吗?我心里面已经笑了,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背地里不知道骂了我多少次,真是个顶级绿茶表,重新望着杨若柳的这张脸,我一阵恶心反胃,心里虽然愤愤不平,但我还是刻意隐忍住了,我抚摸着他的侧脸说道,没事,都是我的问题,该是我向你道歉。 他热情地上前,脸贴着我的胸,和我抱在了一起,薛杨,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笑道,当然,这几天,杨若柳直接搬到了我家,和我住到了一起,不过醉翁之意不再久。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从我的口中,套出关于新型香水的研发数据罢了,而他借口说,要做我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而不是家庭里的小娇妻,于是就问我很多,关于公司业务上的问题,时不时地便扯到香水的制作上。 每次我加班,他还贴心地到公司给我送饭,在我的办公室逗留很长时间,不停地东张西望,以前他还装一下,现在是连装都懒得装了,我觉得时机差不多到了。 这天,我将公司的电脑带回了家,薛杨,第一次见你带电脑回来,到家就休息一下,公司有那么多事情吗? 杨若柳又开始了对我的日常询问。 我假装很懊恼地说道,没办法,产品研发部给我一堆香水设计方案,连带着一些功能介绍,说是要我和燕一遍,关键我又不是专门搞这一块的,检查不出来什么。 要不你来帮我看一下。 我试探性地问道,他冰冷的眸子顿时亮了一下,但很快暗淡下去,不了,我什么都不懂,看了也白看。 不得不说,他的演技是真的好,不去奥斯卡拿个小金人实在是可惜了,按照我的猜想,他肯定还有后续的动作,只是不想表现得这么明显。 果然,过了一会,他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睡衣,走到我身边,不断地扭动着性感的翘臀,做着勾引的动作。 他拿出两瓶红酒,放到我面前的桌上,温情地说道, 薛阳,你看我们好久都没有好好地喝一杯了,工作先放一放,我们对饮几杯。 我看出来了,这是想把我灌醉,然后把配方烤走啊,正合我意,我把电脑盒上接过他递来的酒杯,我和他双手交叉,喝了几杯浇杯酒,酒过三巡,情意见浓,他脱下了身上附着的一片粉红,与赤条条的我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我想起他对我的欺骗,恨意涌上心头,使出浑身力气,倾泻到他身上,他发出的叫声,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惨烈,不知道战斗了多久。 我和他就这样裹着一层毯子,在沙发上昏昏睡去,我是真睡着了,他估计是装睡,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见了,电脑也很明显被人动过, 我嘴角一笑,计划成功了。半月之后,朔辉集团带着新研发的几款香水面试,宣传噱头做得很足,杨硕也是下了血本,想要一举抢占市场,可惜香水才发行不到一周,便开始遭到顾客的投诉。 说,朔辉集团新研发的香水,会导致自身皮肤过敏,臊氧,溃烂的症状,对身体有严重危害。 这样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出来,朔辉集团的几款新香水销量一度停滞,并带来很多法律上的纠纷。 一时间,杨硕和朔辉集团被推到风口浪尖,这些情况,我早就料想到了。 我所给杨若柳偷走的那份配方,本身就是研发过程中的失败样品。 香水一开始使用的时候,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随着使用次数增加,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严重刺激,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这样一来,杨硕和他的公司在资金周转上出现了问题。 香水滞销,产品烂在自己手上,公司很快支持,不下去倒闭了。 此时,我将王欣受人教唆陷害我的证据公布到媒体上,王欣此时也站出来哭诉,说自己也是受到杨硕胁,一时间舆论哗然,警察找到杨硕,人证物证确凿。 他被判了几年牢狱,杨若柳哭着跑到我面前,想让我网开一面,薛杨,你看在我们两个感情的份上,放了我爸爸吧。 我一把将他推开,现在我也不用再装了,冷笑道,你还有脸谈感情? 你做女朋友无非就是为了窃取公司机密,我早就知道了。 实话告诉你,你当时拿走的制作方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今你爸公司倒闭,有你一半功劳。 我毫不犹豫地给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补了一刀,杨若柳怅然若失,泪水挂满了眼角,狠狠地用身子撞向我,我灵巧一躲,她扑了个空,她又张牙舞爪着向我袭来。 保安,这里有个疯女人,麻烦把她带走。 保安很快过来,插着杨若柳的腰将她拽了出去,她很不甘心,嘴里依旧不停地骂骂咧咧,同一时间,我公开发布公司的几款心形香水。 各方面都表现优异,最终不出所料,短时间内就在市场上获得极好的反响,公司不仅会恢复了往日的辉煌,而且屡创销售佳剂。 那三位约我喝酒的老总,也因为在材料制作上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被相关部门约谈,和杨朔做了御友。 杨朔被押送到警局的那一天,我还特地跑过去看了,她垂着头,身子虚软,被两名警察提着带进了警局。 警局门口,一个妙龄女子哭得撕心裂肺,而我,却打心里开心地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